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鴻輝 不知道各位朋友每一天的morning是怎樣過 有很多人的good morning 其實都是很需要麥光爐 什麼事呢?麥光爐的咖啡 原來深受香港很多咖啡迷的歡迎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 它價錢便宜,味道也不錯 比起Pacific Coffee、Starbucks等等的價錢便宜 再加上它有些麥光爐是24小時 那些人可以隨時隨地 懶得去充又便宜 所以深受很多打工仔 甚至乎通宵、翻組的人的歡迎 每一天就有good morning 就要有麥記的咖啡 但是這支歌仔就似乎唱不到 因為事關在日前 麥當勞在完全沒有任何的預警 或者沒有任何的hinx的情況下 無緣無故出了一個post 就說重大的消息 麥當勞咖啡退休了 他說麥當勞咖啡就會在6點正式道別 並暫停供應 感謝大家多年支持 停售的咖啡包括 凍熱的優質香濃咖啡 和優質的積磨咖啡 寫著麥當勞咖啡就宣布退休 事出突然 消息引起不少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都擔心 此後就沒有了一些便宜價優質咖啡的選擇 亦有網民說麥當勞這個舉動是一個商業決定 甚麼呢 就是要令大家鑽飲價錢較貴的麥咖啡出品 群情洶湧 大家都知道麥當勞除了 你平時買一般的食物 即是漢堡包薯條之外 另外還有一條line叫做麥咖啡 通常就黏在麥當勞旁邊 但不是區區都有 以及相對賣那些麥咖啡的飲品 類似Starbucks和麥當勞的便宜價咖啡的中間 二十多元三十元杯又便宜過Starbucks 但又貴過普通麥當勞 所以其實都有一定的觀眾 但始終都不夠老麥自己賣的咖啡那麼便宜 群情洶湧 事隔了半天之後 麥當勞終於發稿回應停賣咖啡的安排 麥當勞在昨天的下午三點 就出了份稿回應停售咖啡的安排 麥當勞表示這個舉動為求提升顧客咖啡體現 未來將會由麥咖啡接手 為大家提供更優質的積摩咖啡 為確保順利過度即將會在今天 開始咖啡的供應由麥咖啡負責 為了全面升級餐廳的咖啡設備 咖啡豆沛方和員工訓練 麥記會在昨天暫停提供咖啡為期十二個小時 即是說他無端端說麥當勞咖啡退休 其實是在這十二個小時 即是說在這時暫停供應 之後就由麥咖啡接手 全港有250間麥當勞的餐廳 將會在9月5日開始 免費升級套餐飲品為麥咖啡的 即磨黑咖啡 即是說由早上9月5日早起 除了可以免費升級套餐飲品為麥咖啡 熱的小杯裝即磨黑咖啡 或者以兩元的優惠價 轉為小杯裝的白咖啡 或者加五元就可以換一杯 即磨的鮮奶咖啡即是勒梯 即是這個安排不知道各位又滿不滿意 另外一連四天在9月5日至8日期間 早上11點前推出震撼試飲價 顧客在優惠期裏 幫助麥咖啡的熱小杯即磨咖啡 即是買一杯臘梯 只需10元 即是被人享有這個優惠 都是一個過渡期 其實有很多網民說 這是一個商業決定 其實也是的 但是我覺得更大的商業決定 其實會不會就是一個免費的曲線宣傳呢 因為麥當勞 其實過往來計 這個市場做得都不錯 當然他沒有IKEA 那些抽水抽得這麼厲害的做法 但是呢 其實他們過去都相當穩定 其實如果他們要把這個咖啡 即是不在自己日常那裏賣 變成做麥咖啡去賣的時間 也不需要特地在早上 在完全沒有預報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這樣停 停了之後呢 我覺得呢 就是故意令到網絡呢 有一定的迴響 令到那些網民熱議 大家呢 吹噓一輪之後 又罵又成的 又說沒有了個Good Morning之後呢 然後隔了第二天 才出個post 說出一個優惠價 那一方面呢 就做一個叫做免費的宣傳 那些網民呢 在那裡熱議出post 和媒體報導 就免費幫了麥當勞呢 做了宣傳 然後呢 其實另外一方面 也是真的過到期的 應該呢 他就不想再用一個便宜價的咖啡 去賣給大家 這段時間呢 推出的優惠呢 都是一個叫做交接期的緩衝 那被人呢 用一個優惠價買一下買一下 喝慣了麥咖啡 然後他收回證價 你就隨便啦 欠十元八元就喝啦 反正都喝開 相信這個呢 就是麥當勞的一個政策 好老實說 就算他真的收回 他麥咖啡的證價 去到二十多元 他都比起這個 Starbucks Pacific Coffee 他們三十多元一杯的咖啡 相對來說是便宜一點 至於是 味道是怎樣 你就個人喜歡 我自己就不是咖啡熊 我就對咖啡沒有太大的認識 但是呢 聽些朋友說 其實各位麥當勞這個 的 即磨咖啡 其實都有一定的捧場客 都挺受歡迎的 但是呢 就現在呢 就沒有了一個平價了 變成了 麥咖啡 大家還慣不慣 是不是會繼續光顧 還是 其實呢 喝不喝都可以呢 就 聽著節目的朋友 也都歡迎你留言給一些意見 你的看法到底是怎樣 不過呢 我覺得呢 今次呢 麥當勞這個 的宣傳效果呢 又做得很好 等你這幫網民 鬧完一陣 一會兒 很快就出個優惠價 好似是呢 之需 然後出個優惠價 去安撫網民 我自己覺得 就是一早已經有的 精心部署 不知道聽著我做節目的朋友 你又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今集呢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